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说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忘恩负义 对不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 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成语呢? 这个成语是最近美国的一位官员 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先生 在一个演讲当中所提供的一个主题成语 那么这个演讲呢,它的全稿在今年 也就是2019年的12月12号的时候 发表在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的网站当中 这个稿件的篇幅呢比较长 所以我接下来我在跟大家分享这篇稿件的时候呢 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可能不会完全的注视着镜头跟大家来讲话 可能会更多的要依赖这个稿件文本当中提供的信息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这个文章呢 或者说这个石大伟先生呢 这个演讲的题目叫什么呢? 叫中美双边关系历史的教训 在这个演讲的一开篇 石大伟先生就引用了广为人知的一个中国成语 叫实事求是 他说呢 他本来想这将是一个原则 而这个原则呢 应该是基于中美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的历史的记载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个话题 总是不能够 以真实的 或者说他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方式 来进行呈现和讨论 当然他指的更多的是 就是过去几十年以来 中美之间的很多的真实信息 很多真实的侧面 被中国官方政府 被中国的官方媒体 给去掉了 给掩盖掉了 反而呢 渲染起了一种敌对势力 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还是依据史达伟先生的这个演讲 这个文章来具体的讲项 那么史达伟先生的这个演讲呢 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先回顾了一下 美国跟中国 在中共建政以来 包括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 美国开始进入中国的整体的社会发展的帮助和元件 在各个层面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但是之后呢 中国却反咬一口 却渲染成为了一种敌对势力 这种对抗 一种竞争 而这个当中呢 史达伟先生也引用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一些历史瞬间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那么史达伟先生首先说呢 他说必须得检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被忽略了的一段中美的历史 他说美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一直在努力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援助他各个方面的发展 而这个当中美国做出了绝对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 而中国呢 却在很多时候啊 却忽视了 或者说有意识的掩盖掉了美国的一些帮助 史达伟先生说呢 中国变得强大呀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自己 大家注意这个词啊 史达伟先生说的是中国人民自己 并不是像中国官方所说的 是中共的绝对领导 完全领导 先进领导 科学领导 而在这个当中 中国政府和中共政权的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史达伟先生说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 终于或者最终放松了 在中共建政的时候 最初的几十年 对于中国人民的那种灾难性的压制 当这种压制被释放之后 给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人民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 使得中国人民就能够投入到 正常的社会工作当中来 而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恰如其分的 在各个方面给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民的这种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提供了很多的热情的帮助 而这个当中呢 中国也非常乐意接受 最初的时候 中国政府是非常乐意的 接受美国的这种帮助的 所以史达伟先生说 在当时可以说是 中国跟美国有这么一段美好的蜜月期 而这个蜜月期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应该就是说 从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就是当时时任中共的领导人 邓小平 那么史达伟先生也通过一段历史的记载 来回忆了这一段小蜜月期 他说当时美国非常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其雄心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邓小平对此也十分的清楚 即便是在1978年12月 中共的一次工作会议上 他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前 他提出改革开放的同一时刻 或者说同一天 他接受了来自美国的邀请 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 受到美国邀请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在邓小平准备美国跟中国的 这个关系正常化之后的 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事访问的时候 在飞机上 邓小平的外交官员就问他 说为什么要将美国作为邓小平 当时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呢 邓小平的回答就说 说因为美国的盟友都是很富有 且很强大的 所以中国如果要想富强 那就必须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就必须要需要美国的帮助 从当时邓小平的这一番话 就不难看出 当时从中共的高层 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是非常希望跟美国是真正的站在一起 就是真正的成为盟友 或者说成为亲密的这个伙伴关系 而之后的一小段时间的发展呢 也确实如此 当时两个国家的关系 就非常迅速的正常化了 那么当时呢 邓小平又提出了 说要美国接收五千名的留学生 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不光只是答应了 接收五千名 甚至跟他说 他说你应该派十万 十万的留学生到美国来 于是邓小平就真的这么做了 根据记载呢 说截至到 1987年 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真的有十万的中国留学生 来到了美国学习 那么这成为签证 奖学金 还有其他教育交流大赠的一部分 从而也改变了中国的科学以及技术 到目前为止 这种发展 这种交流依然在延续 而技术呢 是邓小平在1979年 第一次访美的时候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着眼点 可见 他当时已经艺术到了 意识到了 就中国将来要发展的话 是离不开技术的 是离不开真正的先进的 科学的技术的 所以他当时访问了 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 访问了波音 访问了NASA 并且跟美国还签署了一个 科学援助的协议 那么在中国西北地区呢 也建立了一个名为 粒子行动的联合情报站 从而也促进了两个国家 深层次的军事 以及情报的合作 你看 在这个蜜月期当中 不光只是技术的帮助 教育的交流 军事情报的合作 可以说在各个方面 当时中美之间 一个是美国非常乐意 愿意帮助中国 第二个是中国也非常愿意 接受美国的帮助 但是这样的蜜月期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之后 发生了转折 这个历史事件 就是发生在1989年 6月4号的天安门事件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呢 就发生了变化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领导人 就要求学校 还有在一些文化传播当中呢 要引入更加严苛的 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运动 那么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 强化所谓的民族主义 并且将外国人 尤其指的是美国人跟日本人 丑化为遏制中国 并且阻碍其崛起的 所谓的敌对势力 从而来强化中共的绝对领导 以及中共的绝对的支持 所以呢 就造成了美国敌意 这种不实的说法 而这种说法本身 就是针对美国的一种敌意行为 但是石大卫先生说呢 这样一种变化 当时美国的官员们 并没有察觉到 可能他们还沉浸在 跟中国的这种蜜月期当中 或者还在展望着 未来跟中国进一步的 更深层次的发展 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 一种社会效应 所以呢 当时美国的官员们 政府高层们 全部都在集中经历的办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中国顺利的 成功的进入世贸组织 而当时呢 美国总统克林顿 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 或者说其他西方主流国家 包括德国 英国 法国 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那点 就是当时的中国啊 因为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不久 所以当时人们还在 构病中国的人权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人权问题 并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改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包括美国政府的官员 还有西方很多 这个主流国家的官员呢 他们都忽视了这一点 他们忽视这一点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奉行了另外一种信条 就是他们认为呢 帮助中国 扩大中国的这种 自由贸易空间 让中国成为一个国际贸易 一个伙伴 这样的话 中国经济得到非常迅猛的发展之后呢 中国在政治上 就会更加的自由 随而就会有利于中国的人民 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 有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 同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文明同步的发展 虽然这样一种期待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看到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 但是这样一个观点 在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 确实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使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当中 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思维 而加入世贸组织 对于中国的雄心来说 就好像是火箭给它添加了非常好的燃料 助燃剂 让中国获得了非常好的国际市场的一些 准入的一些便利 也让中国成为了目前世界的制造和出口的大国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可以说当时没有什么样的政策 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诱惑力 能够使得中国在当时那种环境之下 愿意去拥抱世界 愿意去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富强的国家站在一起 甚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成为他们好像是真正的一个伙伴 可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在众多西方国家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这种富强的阵营的帮助之下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提振和发展 可以说是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再回过头来看看 现在的中国 就像史达文先生一开始在他的演讲当中讲的 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 在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渲染当中的 那种对于西方 尤其是对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的 一种敌对势力 一种敌对情绪的渲染 其实早就存在了 而今天就更加的明显了 甚至在今天中共的很多渲染当中来说 中国的成功完全是党的领导 完全是这个政权所谓的科学成功的领导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史达文先生的这篇演讲 那么史达文先生就进而就说到了 其实当时呢 虽然中国的这种人权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可是西方国家一如既往的来支持 包括慷慨的一些技术援助 在几十年以来 美国的政策优先的事项 一直都是在技术上要慷慨的援助中国 那么甚至是关系正常化之前啊 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卡特 就已经颁布了一个第43号总统令 指示联邦机构要支持中国在教育能源 还有农业 太空地球科学还有商业以及公共卫生等一些方面的能力的建设 并且当时呢 在华盛顿的所有的机构和办公室几乎都有项目来提供培训 以及专门的一些知识 就是来加强中国政府的一些能力 来扩大贸易 从总体上来说 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的事物 而这样的一个项目持续了数十年 直到今天 可以说在某些领域 还在发展 还在继续 所以说 今天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全世界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中国一样 得到过美国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帮助 和全方位的元件 而不光只是政府方面的帮助啊 美国当时还协助着美国的很多企业 在帮助北京 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投资银行跟中国政府的领导们 就一起创建了中国移动 等一些中国目前最好的国企央企 这些大型的国有公司 并且通过在纽约啊 伦敦啊 等一些地方上市来进行集资 同时呢 尽管这些公司 没有达到基本的监管要求 但是美国的政策 仍然允许他们 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 筹集到一些资金 数百亿美元 就这样哗啦啦的 流入了中国政府的国库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美国还以为中国的公民社会 得到了发展 所以呢 美国在这个当中也提供了一些援助 当时呢 美国就派出了很多的非政府组织 来进行全方位的帮助 比如说在这些组织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 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就签署了一个 调解备网络 帮助其开展实验性的农村的选举 而美国的律师协会呢 也花了20年与中国政府的法官官员 还有律师一道呢 开展司法形式的这种改革 以及相关的专业的法律培训 包括打击家庭暴力呀 这样一些非常细致的社会法治体系的建设 而这样一些建设呢 相对来说 虽然中国现在还完全不能说是一个法治化的国家 虽然中国政府自己在说嘛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一法治国 但是很多细节上的完全不法治 可是就是如此不完全的法治 不健全的法治 在这样一个现有的法治构架当中 也能看出美国当时给中国给予了非常细致的 培训也好 还是一些帮助也好 是非常利利可见的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啊 这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这些友好的组织 在今天却被北京 就是中共政权 列为了什么呢 叫外国非政府组织 是一种颠覆者 目前中国官方就将 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就是海外的非政府组织 外国非政府组织 看作是一种 要颠覆他的政权的一种阴谋者 所以呢 北京现在就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史达伯先生说 不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变了 而是北京他的 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角度 或者说自己的这种意识 发生改变 其实也不能说是意识发生改变了 就是说他可能露出了他原有的真正的面目来了 说目前中国共产党呢 不愿意跟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这个认可的功劳 甚至呢 他要剥夺别人在中国社会发展当中所做出的贡献 为什么要剥夺掉呢 因为如果凸显出美国凸显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发展当中的一些贡献的话 就会削弱他们所要立为的一个主体的主角的目标 那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政党本身 因为现在中共一直强调的是 中国的成功靠党 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党 完全就是党领导一切 所以他要突出的是中共政党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把其他的外国组织 外国政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地位上来 好 那么这个当中呢 史达伟先生最终啊 也是提出了很多的一些信息来质疑啊 这个中国其实过去N多年 不光只是改革开放以来 得到了美国的很多帮助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 甚至是在中共建政之前 美国就已经在大面积的在帮助中国了 比如说中国最初的现代的教育 比如说中国最初的现代的医学 都是美国的传教士 给带到中国去的 当然这个中国就得两说了 这个中国它不一定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那个年代 在49年之前呢 它更多的是对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呢 毕竟是当时美国的盟友 所以这种帮助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也是比较合情格力的 而之后呢 在49年之后的帮助 那就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 所以这个帮助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所以史达伟先生呢 他就把他笼统的称为中国 其实还得更细致的 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而这个当中呢 也不得不提到的一点就是 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国家资料库当中啊 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记录啊 史达伟先生就说 因为他本身呢 是一个 这个军人家庭出身 所以呢 他说他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啊 他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啊 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 所以当时呢 受到了一些啊 对于二战那个期间 美国跟中国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些 国家记忆啊 或说历史的事件爱好者们的一些交流 那么在这个交流当中呢 他当时就建议啊 这些历史爱好者们去翻阅一下 当时二战时候 中国跟美国的啊 这样一个历史 同盟历史 看看中国当时到底 是不是得到了很多美国的帮助 可是有意思的是 当这些啊 历史事件的爱好者 或者说史达伟他本人 去查阅中国政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所谓的国家档案当中 居然没有看到更多的 或者说没有看到他所说的 就是当时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 同盟国的一些帮助 但是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说呢 让那些历史爱好者去翻阅一下 美国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 说那个当中一定有 果不其然 当那些历史爱好者们 包括他自己 去发现之后一对比 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档案库当中呢 一共有六万多张 就是当时美国跟中国合作的很多的照片 而且是非常详尽的信息 所以从这样一个小的信息当中呢 小的一个交流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中国政府啊 实际上是在从方方面面 从历史根上去抹除美国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国家的发展当中 所做出的一些贡献 所提供的一些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在节目开篇的时候 就讲了四个字叫万恩负义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段 这个啰哩巴嗦的这样一个陈述之后呢 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于史达伟先生所讲述的中美历史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反正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这样四个字 就是万恩负义 感谢观看